双儿你没事吧 义父 双儿没事 多亏三王爷仗义相救 区区小事 喝醋挂齿 没事就好 诸位 来 喝酒 喝酒 双儿谢三王爷救命之恩 姑娘言重了 我那义女你觉得如何 双儿姑娘花容月貌 舅父得此义女 真是好福气啊 王爷既然满意 老夫就将这义女赠予王爷做个妾 如何 舅父说笑了 此事万万不可 你这是嫌弃我那义女不够姿色 还是嫌弃老夫我高攀不上啊 当然不是 舅父 您喝多了 我清醒得很 小女嫣然自幼跟你青梅竹马 老夫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儿子 可没想到啊 也罢 燕燃他没有这个福气啊 舅父 燕燃与尹昊乃是天生一对 舅父您就不要再介怀了 你已经有了王妃人选 老夫不勉强你 可老天可怜老夫又给了老夫一女 老夫这一女出尘脱俗 虽说是个义女 送给你王爷做个妾也不会辱没了你吧 老夫就把他托付给你了 也算了了老夫的一个心愿 舅父 您真的喝醉了 我没醉 没醉 生儿 义父 王爷 生儿 我把你托付给王爷 你可有意义 双儿并无意义 双儿既无意义 那老夫就做回主 这事就这么定了 舅父 这盛情 燕齐实在不能接受 你 王爷可是嫌弃双儿 秘父既然已经开口 王爷如果不要 要我的话 双儿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 双儿不如死了算了 不不不 双儿姑娘你误会了 三弟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怎么能如此不解封约呢 双儿姑娘花容月貌 又对你有益 你如此拒绝她 岂不是太无情了 那 若是这样 就先让双儿姑娘暂聚舍下 日后再议吧 王爷 这 三弟啊 你真是太有艳福了 献杀哥哥我了 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王爷 双儿姑娘到了 请进来吧 是 来 双儿见过王爷 双儿姑娘 就让李章送你去房间吧 我现在还有事 就不送你了 姑娘 这边请 啊 双儿姑娘 这位是王爷喂过门的王妃 尹姑娘 双儿见过尹姑娘 咱们这边走吧 李大哥 双儿第一次见尹姑娘 觉得甚是亲切 不如 就由尹姑娘带双儿去吧 这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李大哥 没关系的 我来吧 那有劳尹姑娘了 李大哥慢走 嗯 不错嘛尹婧柔 这都混成王妃了 你说古代人的眼睛 是不是都长背上了 镜底这种货色 也能混上王妃 难不成 是因为这古代没有美女吗 不对呀 我不就在这儿吗 嗯 尹婧柔 我这都过来了 识相的 你就给我马上消失 孔双双 我告诉你 这可是古代 我不怕你 这儿没有什么剧座 也没有什么大明星 更没有什么小助理 跟我来 走 进来吧 脾气渐长了尹婧柔 翅膀硬了 这儿 给我倒杯水去 又不怕烫死 哦 不对啊 我为什么听她的话 孔双双 我可告诉你 现在可没有什么大明星 这儿是古代 大家都一样 还轮不到你使唤我呢 看来你是不打算穿越回去了 我 回去以后 我还是我的大明星 你还是你的小助理 这一点 是改变不了的 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识相的 就好好伺候我 别惹怒了顾奶奶 你 谢阴琪 这事我跟你没完 谢阴琪 你到底什么意思 怎么 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 你什么意思啊你 双儿姑娘 是暂时住在这里 过些十日 她自觉无聊 也就会离开了 那她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 怎么 你以为这双儿姑娘 有过节啊 我 我不管 反正呢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你自己个人办办 你这难道是 吃醋了 我 我知错 你别自我感觉了好了 我告诉你 我先把话说前面 你别哪天被她卖了 还替她赎钱呢 别怪我没提醒你 妹子你没事吧 你们一帮臭男人 哼 王爷 我查到了 这双儿背后果然有玄机 快说 双儿在几个月前就进城了 进城之后 就住在二王爷别院中 我听说 她经常与二王爷在别院中私会 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日在仪式上 二哥与舅父一唱一和的 我就知道 此事之中 必有蹊跷 王爷 既然此女有问题 我去把她赶走 以免晴柔更加误会 不必 王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王爷也是贪恋她的美色吗 王爷可别忘了 你已经有我晴柔妹子了 你先莫要着急 我问你 比如 这咬人的猛虎 你是将其放归山林呢 还是 关在笼子里呢 王爷的意思是 与其将她赶走 不如放在身边 以便更好的防范 你明白就好 对了 我赶快去给我晴柔妹子解释 以免她更加误会 慢 晴柔姑娘 向来心直口快 若是让她知道了 恐怕会打草惊蛇 可是王爷身边 忽然多了一个女人 她肯定会不高兴的 好 无妨啊 我倒想看看 尹晴柔这坛醋 到底有多酸 王爷 何事啊 双二姑娘求见 让她进来吧 是 双二姑娘 这么晚了 你又何事 双二姑娘 双二姑娘 双二见王爷 这几日每日操劳 便吩咐小厨房 炖了碗鸡汤 给王爷补补身子 双二姑娘有心了 本王先谢过 鸡汤先放下吧 王爷 双二有些话 想跟王爷说 但是无妨 本王自然席而恭听 房间有很多 关于双二的传闻 不知道王爷是否知晓 哦 是何传闻 不曾听过 方间都传闻说 双二与凌晨王有染 但是他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双二与那凌晨王 是有不公戴天之仇 你与二哥之间 有何缘仇啊 当日那凌晨王 在双二家乡 逛灯会时见过双二 从此便心生歹念 一心要拿双二为妾 可当时双二 已经许配了人家 是断不能从他的 凌晨王知道以后 变火同支线 将我那可怜的夫君 下了狱 之后 我夫君不甘受辱 冤死在了狱中 这还不算什么 他还威胁我一家 老小的性命 双二无可奈何 为了保全一家老小 只能从了他 仅有此事 那你可曾报官 报官 官官相护 谁敢告他 王爷 自从双二第一次见到王爷 便知道王爷 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请王爷为双二做主 此事非同小可 若你所言属实 本王定将还你个公道 李章 在 扶他下去 好生安心 是 谢王爷 真的假的 他真的这么说吗 是啊 言辞恳切 就连我这个粗人听了 都义愤填膺 我的天 他都能拿奥斯卡了 奥斯卡 就是我们家乡那边 一个说瞎话表演状元奖 对了 仙人齐怎么讲 王爷也没说什么 就是一定要将此事 过问清楚 李大哥 你一定得信我 这孔双双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你一定得处处提防啊 放心吧 那李章先告退 好 李大哥慢走 乖 秦柔 你来了 怎么了 有心事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孔双双 我听阿广说了 这话说回来了 你俩还真是冤家露宅啊 那可不 而且现在王府上下的人 都夸他有礼貌 说他是大加瑰秀 真的假的 她还能有礼貌 她现在啊 到处佛人就讲自己悲惨绅士 说什么为救自己的母亲 甘露虎穴 然后还英勇现身来着 这娘们儿演古装戏 演出毛病来了吧 我看我总有一天 是会被赶出王府的 所以大通 等我流落节通 你一定要收留我 情柔 这是哪儿的话呀 这乐天斋啊 本来就是你的 不过 话说回来 情柔 你可不能 老是这么被动挨打 咱们现在穿越到古代了 大家都平起平坐 凭什么只能让她 作威作福啊 我也想过 可是如果我们跟她斗的话 那穿越回去怎么办 那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 大不了不干呗 这又不是只有她一个明星 一个剧组 咱哪 就在这儿把钱赚够了 等穿越回去 还用看她的脸色呀 你说是吧 对啊 那大通 你一定可要多多赚钱啊 放心吧 没问题 话说这三王爷 你是怎么想的 她 她倒没说什么 情柔 你可得想清楚了 如果这穿越回去的关键 真是这皇族宗祠里的什么宝贝 要想得到它 可不容易啊 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王妃 所以啊 这关键还是这三王爷 你可一定要抓住啊 我现在不是正为这事烦着呢 阿广 阿广 情柔 你怎么了阿广 这些还不都是孔爽上要的胭脂水粉 可沉死我了 这些都是你买的 哪儿啊 她仙城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 怕上了餐的吹糖可不的小脸 所以从香膏到腮红 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她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一刻都没歇过 快累死我了 那你干嘛听她的话呀 我这不都被她逼的吗 不行 我们得反击 给她点颜色看看 红色还是黄色啊 你说得倒容易 怎么给她颜色看啊 阿广 你试过 辣椒粉 三红嘛 你这是要弄死我呀 古奶奶 瞧你那点胆 还想不想翻身浓浓把歌唱啊 我当然想啊 我现在就听到她的声音 我就后曹月发紧 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 我现在呢 可是准王妃了 仙琪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在这个灵奇王府里 我现在是最大的了 那你可得罩着我 放心吧 就等着你放开手脚 大赶临场啊 得嘞 看我不整死丫的 双双姐 做个东西这么慢 你少挨啊 瞧你这话说的 您吩咐的东西 我不得认真做啊 这一认真啊 难免就耽误点时间 这都什么东西啊 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嘛 双双姐 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 单子上的方子配的 要是出什么问题 你可别怪我 能出什么问题啊 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 这人干嘛 赶紧走啊 我还巴不得呢 你去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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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不必 真受不了 双儿姑娘 你这脸 双儿还有些事情 就先走了 王爷尝尝这个 双儿姑娘 本王有话与你说 王爷有何吩咐 本王独来独往惯了 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 本王实在不适应 以后双儿姑娘 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 这王府各司其职 双儿 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 这灵奇王府上上下下 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 何况你是客人 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 没关系的 王爷 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 而且付出劳动 双儿也比较安心哪 既然这样 既然这样 那就让李大哥给他拍活干啊 也好 也好 那吃饭吧 姑娘 就在这儿到夜湖吧 在下告退 哎 天 天 李大哥 你看他那个样子 活该 李大哥 你说 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 让他专门给你倒宫户 好啊 王爷 双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 想送给王爷 还请王爷不要嫌弃 那 帮王收下来 多谢双儿姑娘 太好了 双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 不肯收下呢 本王会吩咐下去 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 没关系的 王爷 双儿愿意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双儿就告退了 尊上如此吉兆双儿 不知道双儿是否有不妥之处呢 双儿这几天以退为进 做得不错 双儿 双儿谢尊上夸奖 原本把你安排在谢严臣府里 是为了挑起他们兄弟二人之争 没想到 隐差阳错 你却来了谢严祺府 真是天助我爷 既然你来了 就要更加小心 除了继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外 还要挑拨谢严祺和隐情柔的关系 明白了吗 双儿明白 双儿定不负所通 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 上面说 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 半路被劫 希望朝廷对其减免贡品 如若不能 他们定会再准备一份贡品 但希望朝廷 能减免部分的说服 你们看如何处理啊 这样吧 这件事情 你们回去要好好地考虑 明日早朝再与我商议 儿臣领旨 好 下去吧 儿臣告退 父皇今日只召见我和三弟一政 根本没叫老四 这就已经说明了 他是要拿此事考验我俩 上次在万华会我略输一筹 这次 我一定要拿下一场 这次的确是个好机会 我们不但要好好地表现一番 还要拖一拖他血炎起的后腿 接着给他制造点麻烦 舅舅有何良策 阿广你倒是快点啊 咱们乐天斋的招聘启事呢 是要自己去贴的 别等你写完了天都黑了 行了 我的大小姐 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嫌我慢 你来 你来啊 哎呀 好了 阿广 哎 你说这个地方 也没个招聘网站什么的 哎呀 真不方便 你这么一说 倒让我越来越想家了 哎 王爷 冰块脸啊 你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 你不是去讨论活在大势了吗 看这个时间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你若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看来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挺心烦的 来 说说吧 本小姐就给你云 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陪你聊二十块钱呢 说吧 西南巡抚尚书 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被劫 我也问过户部的人 他们说西南当地困固 今年又逢天灾 所以请求减少纳贡 他们还提出了要求 若是再补充一份贡品的话 希望能够减少今年的赋税 然后呢 父皇让我和二哥回来好好想想 明日早朝商议此事 这确实是个难题啊 民以食为天 如果都吃不饱穿不暖了 还纳个屁税啊 我的意思是啊 这个税收啊 是国家的主要来源 可是如果说减就减的话 那岂不是成了儿戏 但是这既加税又上贡的 这未免也太不尽人情了 好纠结啊 看来你倒也明白 所以我也在考虑 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啊 这西南贡品到底是什么 得有多值钱啊 能让别人冒着沙头的罪 都得去截胡 你不招人讨厌的时候 还是挺有用的 哎 你 去 没意思 不跟你玩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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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父老乡妾 大哥大姐 弟弟妹妹 叔叔阿姨 大姑大婶 大家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都得支持 都得支持啊 小妹不才 乐天斋老板之一 这乐天斋呢 就位于长安街的繁华地段 环境庸弩 雾美价廉 童所无欺 还请大家 立临直等 欢迎欢迎 来 来 先生 坐天斋啊 需要招聘长辈一名 账房一名 Sales三名 和库房管理员一名 同时 我们的薪水也比其他 同类店铺高三成 三成 大家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来来来 回去多跟兄弟姐妹们 宣承宣承 多宣承宣承 有优惠啊 多宣承宣承 谢谢 谢谢 西南上奏 封地送往京城 的贡品被劫 又逢天灾 请求 今年减少贡赴 众爱卿 你们意下如何呀 回陛下 西南临近滇葬 关系边疆安稳 贡品被劫 实属无奈 以微臣之鉴 此朝贡 酌情简免 倒也无妨 皇上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 竟敢宫人抢夺贡品 以臣之鉴 出兵剿匪 夺回贡品 告示天下 以锦效尤 说得对就是对 你们 有什么想法呀 父皇 儿臣听闻西南百姓遭受旱灾 生活困顿 加上此次贡品又被劫 失属雪上加霜 如若在此时加贡 恐怕对他们来说 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以儿臣之鉴 向西南百姓 简供一年 这样 让西南百姓知道 吴皇仁爱之心 二哥此言诧异 朝廷纳贡 意在威慑 并非真贪图 那几箱珠宝 几只真情走寿 父皇 儿臣认为 贡品被劫 罪在西南 并非朝廷 说得是 想不到 萧儿平日沉醉于风花雪月 遇到大事倒也不糊涂 锦儿 依你看哪 回父皇 是否简供 儿臣不敢妄论 但昨日儿臣翻阅书籍了解到 从西南运贡品进京 所走之路根本不经边疆 似乎并没有土匪藩帮 猖獗之地 而这供品之中 除了少部分珍贵药材外 大部分 都是众超千斤的天青石 这种石材 我朝有规定 仅限皇家使用 儿臣只是奇怪 像这种沉重 又无人敢买的天青石 它们就是真的结了去 又有何用呢 老臣以为 灵奇王言之有理 皇上应尽快派人调查供品被劫一事 待真相大白之后 再来商议是否解功也不迟啊 好 准奏就按爱卿说的办 父皇 儿臣请旨 前往调查 还望父皇恩主 这件事稍后在意吧 是 真没想到 谢元熙这小子居然来这么一手 他不在父皇面前直接回答问题 反而在父皇面前卖了个乖 事已至此 王爷息怒 皇上虽然认可了 三王爷的想法 可并没有恩准 其前往西那案的计划 这就说明皇上还在犹豫 此事还有转机 你不妨亲自前去 若是皇上准了 那便是大功一见 若是皇上不准 那就让他谢元熙去吧 到时候 可就怪不得我们了 可就怪不得我们了 舅舅的意思是 此去必是微服 此道西南路途遥远 民间多有瘴气 蛮族行行遍地 到时候什么可能性都有啊 高 实在是高 我说王爷 你都看了半个小时了 到底想好了没有啊 王爷 西南地处边陲 民风飙寒 要是查案 我去就行了 您不必以身犯险 我 以身犯险事小 怕王爷 是在故意躲避某人吧 都姑 你可回来了 我快想死你了 我也想死你了呢 都姑参见王爷 回来就好 刚才听你的话 你也不赞成本王前去西南 我想先问一句 王爷次去西南调查贡品一案 是不是故意在躲避 与二王爷的正面冲突呢 当然没有 独孤跟随王爷这么多年 对王爷还是很了解的 一旦被说中心事 就是这个表情 不管是查案还是躲避 王爷决定前往 我以后定跟随左右 那可不行 你大婚将近 不能擅自离开的 再说了 你拆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别别别 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 秦柔说得对 你与嫣然大婚在即 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就是啊 你们早一天成亲 那个杜印才会早一天死心嘛 你这个人要以大局为重的 且贤且珍惜 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老天让我这个时候回来 注定要陪王爷走这一遭了 王爷若有你的陪伴 我大可以放心了 那我也要去 你去做什么 我们此行前去办案 又不是游山玩水 我 我也是要去办案的呀 你们听说过金天一吗 你们听说过看男吗 告诉你们 这些我在老家全部都看完了 你们听过吗 真相只有一个 王爷不如带尹姑娘一起去吧 她鬼主意多 到时候也更热闹一些 好吧 还有我还有我 我 我可以帮你们一揉 对 也罢 算你一个吧 我 可是 父皇尚未恩准 能否同去 还未可知啊 耶 记得 上次我要吃那个叉叉包 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带上 不然在路上 我万一饿了 我又吃不着了 走走走 还有那个什么 我想想啊 反正把好吃的 全部都得打包 父皇 儿臣想前往西南 彻查贡品备结一事 望父皇批准 你想明白了 儿臣一时糊涂 只想让天下的百姓 共募皇恩浩荡 却没有 细心想贡品备结的细节 是儿臣的失职 三弟他心思细腻 这一点儿臣有所不及 但 持有所长 寸有所短 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协力 何愁我 江山社稷 不繁荣昌盛呢 你能这么想 就对了 也不枉我对你一片心思 你母后 昨日还和我提及你的事情 处处为你辩解 希望 你不要让他失望啊 贡品的事情 就算了 我刚刚准了你三弟 让他亲自为府 查明真相 可是父皇 我 好了 你下去吧 那儿臣告退了 来一号一号 我是一号 快快快 我是一号 你好你好 我们呢 考的是你们的 数字能力和应变能力 那你听好了 第一题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数字 哪个数字最勤劳 哪个数字最懒惰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不 不知道 下一题下一题 残宝宝为什么会有很多钱呢 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怎么说 不 我不知道 一位残宝宝会节俭 那第三题啊 两个人同时掉进海里 一个人叫小明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 当然叫救命了 你这个太笨了 你个折腻了 第一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数字 哪个数字最勤劳 哪个数字最懒惰呢 第一最懒惰 第二最勤劳 哦 为什么 因为 一不做二不休嘛 第二个问题 麻雀一直叫个不停 怎么样才能让它不叫呢 这个 押它一下 鸦雀无声嘛 我也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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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残宏院呢 来了三位姑娘 可是老宝呢 只需要一位姑娘 这可怎么办呢 两半 跟您开玩笑呢 我们还没问完问题呢 然后呢 这个老宝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这三位姑娘呢 从一定银子面前经过 第一个姑娘呢 见到了银子 把它藏了起来 然后第二个姑娘呢 见到了银子 捡了起来 交给了老宝 这第三位姑娘 看到银子 立马跑去找老宝 老宝还把银子分给他一半 你说老宝会选哪位姑娘进去呢 第二位 为什么 因为他人品好啊 再想想 再想想 那就是第三位 因为 因为他有眼力见啊 废话 当然是找那个脸蛋最美 身材最标准的那个 这 这哪儿来的 这 这哪儿来的 你都到那种地方工作了 还要德行干嘛 整顿风气啊 真不愧是在那里生活 战斗过的 这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啊 你不信哪 你不信随便找几个老宝问问 看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的呀 是对的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哪有这样出题的 确实还弄暗号啊 好 恭喜你成为乐天斋的一员 让我们为了理想而努力 纳斯达克不是梦 你给我演示一遍 我刚刚教你的推销方案 全查二十文 只要二十文 手券二十文 皮包二十文 全部都是二十文 只要二十文 二十文你买不了吃亏 二十文你买不了上当 快快进店选购吧 怎么样 可以吗 相当可以啊 给你三十二个赞 此行我路过新华村 刚好带了几坛好久 首先预祝王爷在朝中一切顺利 今天你我不醉不归 好啊 来 尝尝 干一杯 请 好酒啊 杜姑你知道吗 今日父皇准奏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真的很开心 这和以往得到一匹宝马 或赢了一盘棋局的感觉 完全不同 我也难以形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像 就像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看来王爷对朝中之事感兴趣了 哪里 不过今日朝上二王爷主动请营 却输给了王爷 我怕他在别的地方动什么心思 还请王爷一切小心为妙 来 再干一杯 王爷请 其实啊 你们都不了解二哥 二哥这个人 心胸虽算不上开阔 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小的时候 他对我非常之好啊 可是人都是会变的 尤其面对这种江山社稷之事 原本当初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突然送到自己眼前的时候 任凭是谁 都不会不起邪念的 来 干杯 来 干杯 真是想念大哥呀 干 干 再喝一杯 来 我跟你说啊 这当考官的感觉可真爽啊 你别说 后面那几个人还挺聪明的 那可不是啊 最后那小子太专业了 要不是我知道他的底线 我真怀疑他也是穿越过来的 对了 我交给你个任务啊 你说 是这样的 就是以后呢 我们再给他们上点培训课 给他们稍微打一丢丢鸡鞋 但是也别搞得太像传销了 没错 我觉得啊 等咱们开业了之后啊 还需要再发展一些会员 和贵宾客户什么的 对对对对 王爷 陈柔 王爷非要见你一面 我也没有办法 你 什么味啊 臭死了 慢点 杜孤元 他不能喝你就别让他喝嘛 我最讨厌酒鬼什么的了 这不是庆祝王爷入愁礼室吗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对了 秦柔 王爷住在这里 那你今天住哪儿 这个 有了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天色已晚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呀 自有安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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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青柔 你可真行 就这么横冲直撞的来我房间 现在是古代 男女授数不亲 是 这有什么的呀 以前咱们剧组条件差的时候七八个人都一起住过 哎呀 再说了 你也不是个男的 哎 谢元祺倒是男人 喝那点酒就醉成那一样 哎 他那是因为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好吗 哎呦 这就护上了 我哪有 但我跟你说啊 如果他明天找我麻烦的话 你可别袖手旁观啊 哎呀 放心吧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哎 快点睡吧 哎 困死了 好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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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我已经本王允许 谁把我的围杖换得如此艳俗 来呢 王爷 别找了 你家小姐不在这 对了 吩咐厚厨 给本王煮点新酒汤来 是 王爷 这 你 隐形容 王爷昨晚睡你这儿 那你睡哪儿啊 要你管 我昨天晚上睡柴房不行吗 我想学学卧薪尝胆不行吗 你当真是睡在了柴房 当然是假的了 你不是告诉我把这里当自己家吗 于是我就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所以呢 我就睡在了某个下人的房间里 哟 这可了不得了 又倒是男女瘦瘦不侵 情容姑娘这么做 不太好吧 她 她不是男的 我我我 这她 她分明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男的 人家本来就很难过了 你就不要在人家的胸口上 再插上一刀了 王爷 王爷 好吗 这 你说这年头 男人难做 女人难做 像我这种情况更难做 这孔双双不咬人能死啊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情容我看你以后啊 还是得小心点 哎呀你就别抱怨了 我把皇上赐我那些布料 任你随便选 还不行吗 真的假的 我看了好长时间那些料子呢 你说我做一些什么呀 做一件衬衫还是马甲 瞅你那小夹子气 给我倒杯水 喝茶 小姐你回来了 嗯 小姐喝茶 这是我刚泡的龙井 对了小姐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四里上上香 过几天王爷不是要前往西南吗 我们可以替他去求个平安福 顺便 顺便什么 我看你是想出去玩了吧 嗯 好啊 我正要说的是 你想得好想得妙想得呱呱叫 嗯 最近天气这么好 我们刚好去山间走走 强身见骨 陶冶一下秦操 你这个想法不错 太好了 我最近有门房准备马车 我们去法门寺 哎 不 哦 我们不去法门寺 我们去 清元寺 清元寺 嗯 嗯 这帮古代父母是有多无聊啊 一年到头的搜集活动 除了花卉就是花卉 哦 还有上香 这么有意思 哎 好啦 走吧 小姐 嗯 我们为什么不去法门寺呢 城里的夫人小姐都愿意去那里 那里香火鼎盛 思外也很热闹 什么香囊啊 手帕啊 都比别的地方雅致多了 还有小姐说的那个 是那个什么什么帅哥也多 哪像这里啊 又远又没意思 你懂什么呀 真正修行的人 要那么热闹干嘛 你看看这儿 环境清幽 易境高远 这才是修行的好地方啊 嗯 高远 哪里高远了 我听王爷说过一句话 叫 大隐隐一世 小隐隐山 照这样说来 还不是法门寺的和尚修行的厉害呀 哎呀 你还学会顶嘴了 嗯 嗯 我其实呢 是想探探悬空老和尚的底 听说万花会上的批注和占卜 都是他搞的 我看哪 十有八九 跟杜尹一世一伙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世道上 老道尼姑和尚队伍里 骗子最多了 哎呀 走走走了 你又饿了啊 对啊 那咱就赶紧走吧 一会就可以吃饭了 哎呀 别着急 他这个菜啊 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我都已经吃腻了 你才吃多久就吃腻了 三岁开始到现在 你算一下 你怎么三岁就进来了 哎呀 说来话长 三岁的时候吧 我得了重病 那个时候家里边 没有钱给我看病 恰巧这个时候 来了一位高僧 说我原本就是什么 佛祖座下小童 只要我回到佛祖座下 就能平安无事 所以我的父母 就把我送给他了 哎呀 这封建迷信啊 真是害死人 真可怜啊他们 今天我们请客的嘉宾是 中国厨艺大师 李铁钢 和银鸟学家 两位小师傅 师傅 师傅好 师傅好 请问你们的师傅 今天在寺里吗 我们师傅今天不在寺里 他去忠义府念经去了 哦 不在啊 那我找你们好了 我呢 为了参加美食大赛 专门研制了一种 绝门的素食手艺 不知你们可否帮我尝尝呀 是 来尝尝吧 唉 好吃吗 唉 嗯嗯 你们别光顾着吃啊 我叫小姐问你话呢 嗯嗯嗯 嗯嗯嗯嗯 你们师父名气那么大 每天见的贵人那么多 你们作为他徒弟 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呢 而且你们这个领域 发展前途那么好 但是竞争也相当的激烈啊 那你们觉得 是竞争多一些呢 还是机遇多一些呢 照这俩小和尚说 看来真是玄空搞得鬼啊 回来了 我听说一般女子出去上乡 每个一天半日根本回不来 你为何如此快啊 我能是一般女子吗 不是吗 那当然了 那我倒要试试 跟我来 干嘛呀冰块脸 哇 好漂亮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不妨猜猜看 若是猜中有傻 不是叫追风就是叫踏雪 要不就是惊雷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叫追风 这么大众的名字 用脚这家盖想都能想到 这笔小红性情温顺 非常适合女孩子起 小红 我去 你竟然叫她小红 这么low的名字 low 对了 你会骑马吗 我 当然会了 我给你唱歌啊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潇潇洒洒 草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哎 哎什么啊 你换西衣服带了吗 带了 哦那个生活用品带了吗 带了 好吃的呢 带了 卫生巾带了吗 卫生巾 这位小姐 麻烦您稍微把自己当一下女人 也帮我当一下男人好不好 嗯 不 我就是挺想念她的 我又不知道做女生是否应该自由点 好 儿臣此番息难之行山高路远 这次是特意来向母后告别的 儿臣此行定不负父皇所托 必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还望父皇母后不要担心 我听说你舅父前不久送你一位女子 不如这次把这位女子一同带上服侍你吧 秦柔虽聪明伶俐 鬼点子多 但温柔小意尽心尽力的服侍 却不是她所长 母后 儿臣能照顾好自己 再说情有很好 儿臣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服侍 每次说你都有一堆的话等着我 你就当是对你舅父有一个交代吧 毕竟也是你舅父对你的一番心意 你把他带上路 愿意放哪就放哪 还不行吗 母后所言极是 我们的肠荣药 你把他带去吧 母后 真相虽重要 但也不及你的安危啊 安全重要 儿臣谢过母后 母后保重 儿臣告退 去吧 别起承点 王爷来了 你回来了 皇上皇后娘娘身体怎么样啊 还好 母后给我准备了一些配好的药 还嘱咐了一些话 你们收拾的如何 差不多了 特权接机就是好啊 什么事都有人帮你准备 哪像我们啊 事事都得亲力亲为 清柔 我今日入宫 母后说 说什么 说让你在洛山好好照顾啊 还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她带的 母后乃异国之母 哪会缺什么东西啊 就算是缺 下面也会有无数人帮着想办法 亏你想得出来 我就是好心嘛 不刻薄能死啊 真是 天色不早了 你快走吧 别耽误我们收拾东西了 明天还要早起闹 我们可不像某人 事事都有人伺候 赶紧走吧你 早些休息 尊少 双儿还是觉得 现严起此行应该跟随于她 大不了扮成丫棍婆子之类的 你们都走了 就剩双儿一个人 双儿也成不了什么事啊 您这是吧 你放心 我早已安排好了 今天皇后叫三王爷入宫 就是安排带你一起走的事 随后就来通知你了 连皇后身边都有尊上的人吗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只要记得 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双儿知道 自从那一日 你在凤凰楼救了我 还帮我当上了花魁 双儿就知道 双儿心中 也是有尊上的 你想多了 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 双儿不会忘记尊上的恩德 双儿此生 都只是尊上的人 你怎么出来了 都不是外人 别这么送来送气了 殷京柔 王爷没跟你说吧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讯难了 这可是皇后娘年的意思 而且 还让我照顾王爷的起居 就你 我就呵呵了 别人不照顾你 都烧高香了 你还照顾别人 我能不能照顾人不重要 关键是 这是王爷的意思 好了 时候不早了 赶紧启程吧 男人的话 果然跟母猪上述的传言 一样不可惜